哎呦 烧肉专家上妆啦 上妆啦 Sexy喔 歡迎收看周日的東橋伯伯 我是包伯 我是文 我們今天要去取材 9點之後的東京特輯 首先我們先來新橋吃吃烧肉吧 等了一個多小時 終於進來了 期待期待 哇 看起來超豐富的耶 還有這個超級豪華14800的 我們點了特選的5種A5的和牛的拼盤 還有松阪牛的特等3種拼盤 現在這個上的肉是前哲牛的5種拼盤 A5的松阪牛也來啦 這個松阪牛可是有身份證的喔 這塊的肉質是屬於瘦肉比較多的地方 但是呢它的油脂一樣可以吃得出來非常的香嫩 然後也不會過老過硬 我覺得肉脂算是非常的不錯 接下來我們來下最肥油脂最多的肉吧 這次是這個最肥的啊 果然是入口即化一咬下去全面都是油脂 吃完整家燒肉你有沒有什麼感想呢 我覺得有點過油 如果喜歡吃非常重油的就是燒肉的話 可以吃看這一家的我燒肉啦 吃完燒肉要喝什麼呢 伊藤圓的新綠茶 來 維恩來喝一口給大家看吧 啊 如獲重生 這種時間大家擺得好好去哪裡 然後前往台茶 我們第一次這麼晚坐這台車 然後是要往台場 不是要回家 我們現在從台場的海濱公園下車啦 晚上的台場啊 一出站就覺得是一個拍照的好地方耶 應該很多人會覺得說 東橋真的是沒事做到處亂拍一些有了沒有的東西 所以連九點還會來台場這個地方 但是你們錯了 其實是有計畫性的 雖然是平日的晚上啊 不過我們零零星星還是也看到有一點點的行人 然後還有車子經過 其實大家如果來東京玩啊 然後不想要太早回去的話 晚上來這邊如果你喜歡攝影啊 或者是只是就是情侶來這邊散步 我覺得都是蠻浪漫的 比起白天的台場啊 其實是晚上這邊沒有人的時候 真的更適合情侶來這邊一下 可以看一下 冬天專屬的燈飾喔 如果嫌沒有事情做的話 也可以在這邊吃個東西 這邊的餐廳大概都營業到十一點左右 晚上來這邊的話啊 可以拍出很多Instagram的美照喔 好看喔 不管你是不是鋼彈米啊 晚上來這邊的好處就是各種角度 隨便你怎麼拍喔 來台場這麼多次喔 我第一次看到這麼少女星這麼夢幻的樓梯耶 以上就是這次的東橋Vlog啦 我是鮑勃 我是文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 我第一次看到那些暗星的大星期 放置了 挺多久了 我們把那些暗星的大星期 都沒有問題 也很緊張的